香港人 你很清楚明白嗎? 是,言語就明白,是関東語 謝謝 謝謝 又到了露營的季節 話說前幾個星期我們去了一個二樸三天的露營旅程 這次也不是一個普通的露營 因為這次是一個有特別的活動配合一起的一個露營活動 全場有多少人我不知道 但是一萬幾千應該就沒有走路了 這次這個露營活動裡面 我們有東西吃,有東西玩,有東西看,有音樂,有表演 還有東西買 今天我就帶大家看看 在日本這個這麼特別的大型露營活動 Go Out Camp Hello,Tuber,我是Jason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是富士山附近的 Fumotopara露營場 我們今天,其實應該是說 我們昨天晚上已經來到這裡 那由昨天開始,一連三天 是一個叫做Go Out Camp的一個露營的Event 那大家看到呢 哇,現在外面 幾多帳篷在這裡 昨天我們把帳篷設在一個棚下面 那但是其實呢 我們是有位呢 可以再伸前一點的 那所以呢 現在睡醒了第一件事 現在早上7點鐘 我們把這個棚呢 把這個天幕呢 趁前先 富士山出來了 最多 沒錯 我們這個位呢 就是可以看著富士山的 這個位 四面橫山的感覺 其實向著後面呢 都漂亮的 那邊呢 是西面 向著那邊都可以看到 山景啊,林景啊 那有很多人呢 現在才來到,開始扎營 好啊,我們很快想吃完早餐之後呢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新買了的一些露營用品 首先就是我們旁邊這個呢 黑色這個膠箱 據聞呢 日本呢 如果是喜歡去露營的人 基本上都一定會有這個牌子的黑色箱 它是不是相比其他的那些膠箱 真的好很多呢 我覺得就 其實沒什麼大分別的 純粹是因為它整個箱是黑色 然後再加上呢 有個很漂亮的logo在上面 那所以這個呢 日本露營用品裡面呢 是一個非常之受歡迎的item來的 香港不知道買不買到 如果買不到的話呢 大家可以嘗試去找代購 那我們這個箱呢 主要都是用來裝一些雜物 那這個是那個燈的蓋來的 主要用來裝一些雜物 那我們是 把它放在那個箱的蓋上面 然後下面呢 其實還有一個鐵架的 這個鐵架就完全是另外一隻牌子 但是就忌忌陷可以放到那個蓋上去 然後之後再放這個箱上去 那麼日本很多人設置的方法就是這樣的 因為不想把箱直接放在那個地面上 然後另外一個都是 這期新買的 那這個是Snow Peak的鐵箱來的 一個金屬箱 這個箱呢 它就是這裡呢 這樣解鎖了之後呢 它就可以整個打開的 對啦 它就可以這樣整個呢 就打開的 那打開的用處是什麼呢 方便些拿東西 容易些拿東西 那這個是 這個箱是其中一個最大的賣點來的 在這個同時間有這麼多人參與的露營活動裡面呢 有其中一件事我最喜歡做的 就是去看一下其他人的帳篷 究竟他們是怎樣設置 他們有什麼露營用品 因為當現場有這麼多人的時候呢 你真的會看到很多自己從來沒有見過的 一些牌子呀 一些道具呀 看完之後呢 真的會很想很想買的 那這次在現場這裡 其實它都有很多不同的品牌呢 有參與到這個露營活動 有很多還是有會場特別價錢 是便宜過平時市面上的價錢很多的 當然除了有東西買之外 最開心的就是 有很多免費的抽獎可以玩 那但是抽不抽得中呢 又是另一個問題來的 Outdoor Energy GalaGala大抽選會 謝謝 怎麼可以參加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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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円 ABCD沒有F的 那我喜歡的水色 那我們呢 OK 自動 F 那同樣 謝謝 謝謝 剛剛我們不是跟大家介紹過的 Thor這個牌子 我們有它的箱子 它這個是Water Tank 挺漂亮 真的 這很可愛 白 三年 來 我們兩個的運氣真的一樣 不要緊 4個沒得到 大家看看這裡 店頭數量實在是太多 應該沒有可能逐間拍給大家看 但這些挺漂亮的 其實 平時出家就很難穿 12000日圓 12000日圓又不貴 Ko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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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整條死亡 放在那裡買都可以 之後有很多他們的周邊東西 有個 Suspension 放在那裡 後面那一輛 就是他們其中一輛 改裝了出來的 HKS 那些事樣的車 近來我都有一些東西 我都要幫我家人 買的連結 寄回香港 我都幫人代購 拿回香港 都要 像我們今天這樣 在這個露營會場 有很多的店鋪 他們的產品 在日本以外的地方 是很難可以買得到的 譬如有些 up and coming 比較小的露營品牌 或者有些可能 只是日本國內 才有賣的一些品牌 這些東西 如果大家在海外想買到的話 當然就要利用這個代購服務 如果一提到代購服務 一定要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今天的贊助商 今天我們的贊助商Everest 是HKTV旗下海外的代購平台 在世界各地已經有超過3,000個 經過認證的代購專員 進駐了這個平台 所有溝通 交易 運送 甚至退款 都是經這個平台上處理 這樣做買賣雙方都有保證 不怕會給錢收不到貨 或者你是幫人代購的時候 買了貨 但又收不到客人錢 據我所知 已經有很多住在日本的香港人 已經在做Everest的代購專員 我和我老婆說 這次我們這條片 是由Everest贊助之後 連她都想開始做代購 用Everest去找人幫你代購買東西 其實方法非常方便 你只要先選擇你想代購的產品 國家在哪裡 選擇用哪一個代購專員幫你買 那件商品的名稱 如果有相片 或者有參考的網址的話 只要你貼上去 按一按提交 之後在那一個國家的代購專員 看到的時候 就會去幫你找那件貨出來 之後再提交一個報價給你 收到報價之後 如果你認為價錢合理的話 之後要做的就是給錢 之後就等收貨了 現在雖然大家可以到處去旅行 但有時候有些東西 可能限時購買的 你不是那段時間就買不到的話 這些時候 如果你不在當地 都是需要找人去代購幫你買的 例如好像剛剛我說 我要幫我家人買四條link 這就是因為那四條link 在香港買不到 在日本就有某幾間車房 所以 接下來我都要幫我家人代購 就是去買幾條link 然後寄回香港 你下了order 那張單現在是什麼狀態 見貨送到哪裡 全程都可以在手機上看著 你就不需要再左問右問 去問代購的人 究竟見貨現在去到哪裡 還有另外一些產品之前 我老婆都幫過某些觀眾去代購過 就是譬如一些演唱會的門票 或者好像今次我們來的 這個Go Out Camp 一些比較特別的門票 很多時候都是沒有一個日本地址 是買不到的 那這個時候你也是需要找人去幫你代購 如果你有什麼不明白的話 還可以直接在APP上 跟代購專員盡情對話 問一下提示 問一下有什麼好吃 什麼好玩 總之你有什麼要求和需求 你都可以通過這個APP 去跟別人說 真的不是開玩笑 Apros這個APP 我老婆真的打算開始用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麼 在日本想買的話 打開日本地區找代購專員的時候 有機會是會看到他的命 不過最重要 因為今天我們是有Apros贊助的關係 只要大家在Apros裡面 用我的優惠碼 Jason23 落單給錢的時候可以省20元 還有他們現在還有很多很吸引的運費優惠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今天記得下載的APP來試用一下 除了買東西之外 當然也有酒 水 有食物 他這裡有個 10月11日才新出的 3.5% 歐哥河的 Asahi 可以在這裡拿一罐 試喝罐 試喝罐 現在的時間是早上11點半 早上11點半 已經在喝啤酒了 你們說怎麼辦 哈哈 轉一流流窗 11點半 已經在喝酒 因為今天全人不會開車 所以OK OK 每次都說的都是汽油燈 感覺有感覺一點 應該差不多了 泵十幾下 然後電風 穿不上 塞泵多一點 OK 給多一點 給多點計士 OK 射火 NICE NICE OK 看看 漂亮燈 計士燈又暖暖的 感覺 感覺 這次高歐燈的活動 一年三日 29 30 和10月1日 9月29 9月30 和10月1日 整個活動 大家看到有音樂 有很多店舖 很多食物 而且最主要也是 看別人的露營用品 其實是最開心的一件事 之後就發現自己的東西很屁 很噁心 很想換新東西 好了 我們今天晚飯 原本我打算吃好不好包 但是Mysson說要煲飯 我昨天也有煲飯 大家看我煲到 哈哈 我煲到煲洞 今天應該要煲得好一點 我昨晚煲洞飯 新式的月光米 它這個是新式 嘩好香喔 射個美麗火 但我們在煲這個 鵝釘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聽不懂 外面 光亮到 那裡 因為那裡是我們今晚 已經見過的 主題 那邊呢 現在有DZ在打碟 我們稍後吃完飯 之後也出來看看 鵝釘就搞定 煲滾了水 可以吃得飯 我們在吃飯 吃飯 剛剛吃完東西的時候 前面現在有一個 Mysson都喜歡的歌手 的歌在唱 現在 看看他 哈哈 不行啊 我們真的要快點過去 現在晚上呢 他們還有一些 餐車呢 都還在運動中 剛剛其實7點多鐘 已經有很多的表演做了 有 賣酒的店 前面有一些 那間這個是漢武包 前面那邊有薯條 在舞台旁 在舞台旁 有一間叫 Black Burger 黑皮 漢武包 有薯條 這裡有 哇 薯條 前面就是 今天下午也見過了 Go Out Cam的 主題 剛才呢 是多人都很重要 我們隔到去到我們自己的營 都聽到一些人歡呼 最終決定 我們都是吃這個 哇 他們很棒啊 他們是開著這輛車 全國四處去的 哇 哇 哇 Flame 之後呢 那邊已經在這裡開始了 這個Party 請問一下 這裡很喜歡的 首先 這個 還有 是 一你們 英文 �� performance 超有這字 他這個位置,剛才後面有人在唱歌 他這裡放了Disco波 整件事很夢幻 哈哈哈哈 早上睡醒了 剛剛下完雨來 麥尼神睡醒之後要做這個 辣椒梯子 生機體操 因為那邊真的有在做的,後面有人 後面那邊真的有人在做這個 辣椒梯子 好,我們睡醒了 現在去洗手間 腰硬了,這個人 我們去吃個早餐 應該是說,我們去廁所 那邊都在做,那兩個姐姐 我去吃個早餐,但我去吃個早餐 我去吃個早餐 我去吃個早餐 嗯,這個賣相真的太太 哈哈哈 夾腸,雙蛋夾腸 好,吃個早餐 然後這個牛筋 哇 開心 裡面有番茄 然後當然也有 露營特製 我去吃個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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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逛一會兒 買了一會兒 然後我們就開始 準備回家 那今次這個Go Out Cam 是一個挺特別的體驗 因為全場大概有兩千多三千人 同時間在一個這麼大的空間 去到露營 是一個不錯的體驗 那今次再次多謝Go Out Cam 他們邀請我們來這個露營 因為今次其實是 Go Out這本雜誌的香港版 就邀請我們過來的 那中途就接受了他們一些訪問 去到說我們對於露營這件事 有什麼特別的... 不要說心得 不過對於露營這件事有什麼感覺 還有再次多謝今次我們的Sponsor Everus 這個海外代購平台 如果大家有什麼需要 去到買一些美加澳樓 日本或者其他任何不同地方的貨品 在香港買不到的 要找海外代購的話 都可以嘗試利用這個APP 去到很方便很快去找到你需要的代購 不過那麼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影片 先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就記得按LIKE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們頻道的話 就記得訂閱 如果你訂閱了 但還沒按那個鈴鐺的話 也記得按那個鈴鐺 開啟通知 我們下次出新影片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了 OK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跟大家見 就這樣 拜拜 拜拜